欢迎收看今天12月23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大选倒数计时18天 在12月21号这一天 高雄展现了高度的民主成熟的美丽画面 不过被罢免的游行队伍冲击的 现任的韩国瑜市长却口出恶言的说 罢韩的人数有50万人 其中48万人是躲在遮羞布下面 到底他是在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跟罢韩游行 有相关关系的陈冠荣先生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说究竟当天12月21号 罢韩的人潮是怎么形成的 而这个非常美丽的画面的光复高雄 这样的一个招牌下面呢 是哪些的人群 他们扛着这样的诉求 走向了高雄的街头 同时我们也看到韩国瑜令人震惊的是 他再度落跑 这个这么大的挺韩游行 他却在临时宣布不参与游行的队伍 而改唱一首隐形的翅膀 问题是这首歌他不会唱 在唱歌他非常的七零八落的情况之下 他又离开了游行的队伍的舞台呢 跑去坐高铁的车子回到台北 他来台北干嘛呢 他三点多钟的高铁要到台北来参加 七点半钟录影的一场网红的脱口秀 究竟中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段时间 他是隐形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中呢在游行当中 不见人影的李嘉芬也备受注目 因为他没有出现在挺韩的人潮当中 他却在另外一天呢 他参加了造势的活动 而这个造势的活动当中 他不回应所谓王小姐的六百万 来自韩国瑜的汇款 他也没有回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却说了一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探究 具有玄机的话 他说不论怎么黑都没关系 因为都不是真的 所有台湾灾难都可以在我们夫妻身上 但是六百万是王小姐说的 王小姐承认是真的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另外在选举的目前那双方歌喉战当中 今天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台北双帅之争 蒋万安跟吴亦农之战 吴亦农只落后蒋万安 0.8个百分点 在这个趋势之下 究竟吴亦农现象跟未来选举的结果 会造成什么样的外溢的效果 蒋万安为什么会只领先 吴亦农不到一个百分点呢 我们好好地为各位做深入的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资设计则媒体人 好 美美 可可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你两岸问题的专家 两岸政策协会的张雨昌 可小达 晚安 好 欢迎你 好 在这一次巴韩游行当中呢 跟巴韩运动里面参与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也是高雄气暴的自救会的 非常重要的成员陈冠荣 可可 可可姐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你 好 在12月21号各界呢 剑拔弩张大家都很忧心 会发生冲突场面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台湾人又展现了一次民主的风范 不过呢 韩国瑜却对罢韩的阵营 所提出的50万人上街头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这是变魔术 究竟他为什么对这个数字 有这么大的反弹 同时韩国瑜阵营今天早上也开了记者会 对这个人数呢 提出了非常多的诉求 非常多的否定 甚至于对罢韩游行的正统性跟法理性呢 也有所批判 到底韩国瑜在怕什么呢 罢韩大游行 主办单位喊出有50万人参与 反韩民众还拉起长长布条 要光复高雄保卫台湾 但韩国瑜显然对人数嗤之以鼻 号称50万人 我们开玩笑讲 这个布里面是不是有48万人躲在下面 2万人在街头 这种遮羞布的方式来扩充人数 造成假象 比这个刘谦变魔术还厉害 我们挺韩的人士扎扎实实 罢韩团体里面居然还有外国人 虽然罢韩人数碰轰 韩国瑜在脸书PO出照片 布条下小猫两三只 讽刺这是台湾民主史上最大的折羞布 但不止执政党立委王定宇 PO出照片反驳 强调是满满的人潮把布条撑起来的 当天罢韩的民众也提供影片 打脸韩国瑜 一个接一个满满的罢韩人潮 将长达210公尺 宽12公尺的布条给撑起来 人挤人 人潮一直推推推到进去 进到那个棋子里面去 是到就是大洋路到公园路那边 他们就很多人在那个布条下面 要把那个布条撑起来 布条在一开始要撑起的时候 它确实有些部分是人还没有填进去的 但是它到终点的时候 它里面全部都填满的人潮 所以我认为这个 他们这个就是所谓的断章取义 他们最含粉还麻痹自己 罢韩成员还原现场 要韩国瑜面对现实 正式沸腾民意 好 贯荣你在现场 而且你是这个 主办单位的重要成员之一 请问你韩国瑜为什么说 这是遮羞补 其实我看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要估计人数 都有一个根据 当然我在这边 先不问韩阵营有什么根据 我们这边给我们的根据 估计人数的几个根据 第一个是我们的终点 一共15万平方公尺 然后15万平方公尺 以市警局的算法 一平方公尺大约三个人来算 15万乘以三大约等于45万 再加上旁边人行道的一些 以及在后面游行的一些 其实加起来50万人 其实是低估的 第二个数字 我们游行全长4.5公里 然后当我们的第一大队 走到底的时候 我们的最后一大队 第十大队还没有出发 所以总共4.5公里 那我们的路幅宽60公尺 4.5公里乘以60公尺 加起来的平方公里数 也是13.5万平方公尺 一样每一平方公尺 三个人 算下去也是大概四十几万人 那四几万人一样 你再把一些人行道 再把一些外溢的人数加上 五十万人绝对都是低估的 好 相对韩正寅呢 韩正寅他们的游行的面积 两万平方公尺 两万平方公尺 每一平方公尺三个人 你乘以三 两万平方公尺乘以三 大概等于六万 我给你快double 给你十二万好了 十二万对上五十万 到底是谁赢 那我在这边 我请问韩正寅 你们的人数怎么估计来的 你说韩正寅的人数 估计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边有我们估计的人数的根据 有我们估计人数的方法 可能不是空口不说白话 更何况当我们第一大队出发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最后一大队 我们就听到美丽岛捷运站都还在塞车中 其实韩市长不是高雄人 可能不太清楚 如果要坐捷运 从高铁来的话 美丽岛的捷运站是韩正寅 不会经过的地方 但是是罢韩游行 一定会经过的捷运站 他是一个教会的捷运站 所以会出现在美丽岛捷运站的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罢韩正寅的人 对那当我们大队出发的捷运站都还在塞车 所以我们这个人数都是远远低估的 第一个 第二个是韩市长之前曾经要求我们不要游览车 不要动员 不要双煮菜便当 我们阵营通通都做到了 但韩正寅被拍到多少辆游览车 我请韩市长在这边 要不要先公布你们总共动员 几辆游览车 我们不用动员 不用双煮菜便当 全台湾人民的愤怒 全高雄人民的愤怒 就给了他五十万人 而且我们有清清楚数学公司跟韩市长讲说我们的人怎么来的 韩市长你要不要公布 第一个你们到底几辆游览车 你们到底动员有多少人 第二个即便你在动员这么多人情况下 你还是打输我们 你的人数还是远远输上我们 那你的人数到底怎么估计出来 韩国瑜阵营一直没有用科学的方法 用这个所谓的他们造势的场地的这个面积来做实际上的算法 我告诉大家一个我有收到来自高雄市官方的估计 那个是高雄市警局的估计 但是他们不愿意对外做正式的证实 因为他们怕被骂 那警局在晚间呢所公布的 告诉给各个相关单位的讯息是 他们估计警方估计 罢韩25万挺韩15万 这个是这个高雄警方所做的估计 不过我强调高雄警方怕被骂 应该不敢对外证实这样的一个数字 可是这个比例可以看起来 就是如果说罢韩阵营用警方估计25万 罢韩阵营的比较扩大的这个估计是50万的话 那韩国瑜阵营的这个所谓的30万 大概也可以被接受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数字上面 韩国瑜阵营一直没有给 没有给的理由是不是因为高雄警方有数字 他们不敢跟高雄警方的数字来对干呢 这一点这个可以是你们的这个阵营 去跟高雄市政府跟高雄警方要的 因为警方都有估计嘛 那个香港的时候 那个6月9号跟6月10号上街头 一天一百万一天两百万 香港警方也都有公布他们的数字啊 对不对 所以这次很奇怪哦 高雄市政府的警方 现在在谁的手上 在韩国瑜市长手上 如果你评估来的数字是罢韩 跟挺韩的差距是挺韩比较多 你认为高雄市警方不会公布吗 所以呢高雄市警方估计的 应该是罢韩远远超过挺韩 这是我从内部的这个情资所看到的 可是韩半是说 对方人潮极限是三十六万七千两百人 但是他没有说自己的极限是多少人 对不对 冠荣 第二就是孙大千他说挺韩游行有八十万人 理由是说你们有五十万 他要增加到这个八十万 但是也没有说是哪里来的 那被大家觉得感动的还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冠荣你帮我们这个谈一下 当时你是你们是怎么设计的 而让这个画面呢 他形成了一条非常壮观的人龙 那这个非常壮观的人龙 就会变成了韩国瑜所说的遮羞布 那韩国瑜他们找了非常多的这个理由 因为到处都是人头嘛 所以他把这个绿色的布下面呢 他把他这个污蔑成为没有人 所以外面只有两万人 那你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光复高雄的这个号召的这个布条下面是怎么样让人群运作的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预估到说画面应该会很壮观 其实一个游行的人数多不多 最简单就是看空拍机的画面 那其实因为韩正宇现在都只放平面的照片 都没有放那种空拍机 真正很远很远拍下去的照片 其实如果放那种很远拍下去的照片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们的人龙长到空拍机无法 就是一次无法看完 因为我们是全长四点五公里嘛 但是我们在影片上可以看到这样的 我们的全长四点五公里 所以你会可以看到那个人龙的密密麻麻 四点五公里就很长 所以空拍机拍不完的 那因为一开始我们的预估就是人潮会非常的热烈 但老实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估 我们一开始估十万 结果我们准备人力我们已经扩充到为了二十万的游行去准备的人力 结果来了五十万 所以我们的人力还是远远不足 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开始游行规模就是规划大概二十万左右 所以我们预估空拍机的场面一定会很漂亮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空拍做准备 当你有很很很大很很热烈的人潮 很强大的人龙的时候 这时候你一个布拉开 然后从空空中拍下去 那个画面自然会很壮观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设计本来就是这样 那当然就说我们在拉的过程中 一开始他因为很重 所以他必须要一个拉起来的过程 那是拼出来的还是就是一个长条的布条 就一个长条 这个布条要做很久 实行怎么出来的我其实不太清楚 因为那种细节我就不会去管了 对就是我只是就大家讨论 觉得这样做很漂亮很棒 那我们就这样去做 对那实际执行就不是我擅长的 参加游行的人他们是自动的自愿的 就走到他们的要去的位置 然后就帮助把这个布条给在里面 把它撑起来 因为我们一共有十大队 那这布条是在第一大队 所以我们第一大队拉开 他要拉出来 那再拉出来过程中 我们要先把他拉起来 那要先把他拉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人才可以下去走 那就是在拉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把他拉到够高 要举到头顶上 那因为他真的很重 很长 所以直到他拉起来前 人其实是没有办法下去走的 好 所以下面呢 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变魔术的遮羞布 我请教一下任俊 为什么韩国瑜的阵营会在一个晚上之后 来打这个罢韩的人数是灌水 然后罢韩者呢的诉求呢 其实他们还说是很恐怖的 有外国人因为香港人嘛 有香港大队的 他说是外国人 大概有一些花车吧 或者说诉求上面 对韩国有些批判的这些造型 他们认为这个不民主 这个很邪恶 为什么他们会从罢韩这件事情上面 继续的持续的打压 目的在哪里 韩国瑜阵营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针对罢韩的这件事情 发表他们的看法 不过最近确实很密集的谈论 比如说韩国瑜的就职 周年庆的那个记者会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开始去讲说 什么不要发便当 双煮菜 就刚刚这个 刚刚提到的那一块 就是说他开始试图的希望 把参加罢韩的人数压到最低 然后让挺韩的人 然后增加到最高 可是这是一个不对称的 如果两边游行算是打仗的话 好像作战的话 那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 也就是说挺韩叫挺什么 挺韩国瑜选总统 不是挺韩国瑜继续当高雄市市长 虽然他们用了一个明目说 这个是什么高雄光荣 然后什么南方崛起或什么的 可是他的本质上是从全台各地 很多地方动员人去参加 这一次挺韩游行 挺的是让韩国瑜选总统 而且动员的这件事情 是他们公开自己出来讲 比如说唐慧玲议员 他就出来讲说 他们去借 去租游览车 结果什么国防部某单位 什么租了一年 宁可车空着也不要 也不要动 那结果国防部出来打脸 那你也看得到网路上 有很多人就开始说 游览车要找找找 甚至连什么普里的 普里的一个国民党党部的 一个主任 英才被约谈 因为他写了一人五百块 他们后来解释说 是一个人要缴五百块 而不是一个人发五百 这个其实在在都证明了 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一车 而且包含韩国瑜 自己在这个游行的那一天的时候 他公开讲什么 他说这个高铁班班客满 然后呢 旅社旅馆饭店 通通客满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知道 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的 而且过来 就他的认知来讲 那是来挺他的 那可是罢韩这边 他罢免的是什么 罢免的是现在在请假中 担任高雄市市长的韩国瑜 所以这是一个总统选战 对于一个市长罢免 这样的做的战争 那这两个 我现在用战争作战 作战来比喻 因为这样比较简单 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对称 就是韩国瑜 试图集结全国的力量 然后来保卫他的高雄市市长 选战的这个位置 但是他又不讲明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除了他开始呼吁之外 开始韩半出招了 他开始来去质疑说 等一下我十二月二十五 就职满周年 那你们怎么会可以在之前 就开始有连署呢 所以他们现在说要去找公选会 他们现在开始要提出来 这叫法律战 然后韩国瑜再出来跟你打压 说我跟你说 你只有两万而已四十八万而已 我说真的 那个刚刚你可以看得到韩半 最少还有人讲一点良心话 比如说这个 这个讲说最大的数 人数大概是王浅秋 有五十万 因为他们有八十万 极限是三十六万 就算以王浅秋的极限来说 也跟两万差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 第一个就是韩正宜 现在开始 他面对到罢免的这件事情 这个场面让他们发现罢免 罢还是真的了 当然嘛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你看他以前前一段 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 他根本不管你罢免嘛 人家问问他 他连他们的官员 在议会都可以讲说 有市长 有跟没有之间 什么巴拉巴拉 他们都可以这样讲 就是他们根本当时 是不在乎的 可是你看接连 这两个礼拜里面 从他一开始呼吁大家 不可以参加那个游行 然后跟你讲说 等一下法律上面可能有些问题 在韩国瑜再出来跟你嗆说 你们才没有多少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昨那一天的这个游行的 这个场子 在罢韩的这一边 他所凝造出来的声势 跟他的声让 那韩半必须正式去面对 也就是你现在打了选战 他现在开始 他知道是 他不是只打一场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 当然总统大选会先来 可是总统大选完了之后 他立刻接触到的 会是什么 就会是这个所谓的罢免的这个 这个案的这个成立 而且接下来 連署是不是开始送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经过 内部的法律上面的讨论 接下来一定是法律战 还开始会去讲说 你这个当时这个送 我认为这个部分老实讲 他现在丢这个议题 这个他不需要现在丢 他其实等到你送案的时候 他再丢就可以了 他何必在这时候先跟你说破 那如果你今天这样 那就等中全委 中全委现在讲说 等收到之后 再用个案来处理 到时候再来看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韩正宜的这个说法来看 就不管是多少人 确实那一天的声势 到后来还有人愚蠢到说 去讲说什么 你那个照片是不是 什么后置剪辑 批图或什么 结果一大堆人出来打脸说 你不知道什么 有说长焦距镜头 不妙你还上网Google 那个有很多照片 都是这样拍照 当时其实我如果没记错 玄日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讨论过 这种拍照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算是一种批图 可是韩正宜里面就有人讲说 哇你看他就是在批图 批图或干嘛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个声浪 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造势 如果就人数上面来讲 我必须诚实的说 我就在一个流动性的游行的 这样一个活动里面 人数的多寡 其实没有办法很真正 精确的去计算 但是那个气氛很强大 所以我就讲说 这里面要比什么 你知道比两个东西 一个叫比气场 也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气氛 大家活不活泼 第二个比什么 比气场 比谁的气场 你看从他原先 这个十月初的时候 就把这个联署分数达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规模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 你后续你还有什么动力去推 没有了嘛 因为你都已经这个样子 大家只是放在心里面 可是没有想到一个活动 从发帖子开始 从大家走上街头去 你代表这个气是够长的 那这个气够长 他接下来会有一个助力 是这一批人会不会在总统大选 投给韩国瑜 我认为应该不会啦 对 可是这个气在接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很有可能会在顺势成为推倒韩国瑜 也就是他在高雄市市长 这这一个罢免案的成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国民党他当然会怕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接下来做 我认为接下来会再有了 他开始就必须不断地开 一下质疑或干嘛 或什么 而且不断地去传 那个照片下面 我讲真的 有时候以前我们讲有图有真相 现在很难 为什么 你搞一个活动刚开始的照片 放在那边就说 你看你看没多少人 或者是怎样 就没有意义嘛 就光那个旗子下面的那个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 就你现在看到这边图 其实下面是有很多人的 但他还可以举一个 是你刚把布铺开的时候 刚铺的时候 怎么可能下面会有人 我用那个角度取景 也可以跟你讲说 那个没有人 所以我其实觉得 现在对于很多民众来讲 这家的公寺 韩正英说的嘴囊 你跟我说什么 有做遮羞布 你动员一个全国的一个力量 你们自己的人都还公开大拉出来 讲说对我们就是动员怎么样 然后出来去批评 讲说你看啊 你们的没有多少了 你已经失去了那个高度 我必须这样讲 你失去的是高度 这段时间韩正英 一直在做一个很荒腔走板 他一直在预告 预告说他当选总统之后 他其实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叫做清算 还要开始比如说特征组成立 我就要摆明告诉你 我就要查陈局 我摆明告诉你 我就要查谁 这个跟你们过去批评 人家是一模一样的 韩国瑜现在更可怕 他现在更直接告诉你讲说 你们都假 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格 慢慢地浮显出来 之前的爱与包容 其实你会发现到 在他们最近的言论里面 其实是不见的 没有人攻击他 他自己却来主动攻击别人 这个老实际上 我不知道刘谦喜不喜欢 被他这样说 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来比 当天有在现场的人 我相信他自己会去感受到 就会更一份填膺 加强这个去反韩国瑜的力道 我认为他自己会去感受到 我觉得这个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画面 可以你自己当天有趣的 你有朋友去参与的 你自己就会去知道 当韩国瑜讲出来讲说四十八万人躲在那个下面 只有两万人在街头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成为正的效果还是成为反的效果 好 这个这次的罢韩游行最精彩的设计 就是这么一个长条的第一大队的光复高雄 保卫台湾这个布条 他在空拍上面展现了一个高度的气势 那看起来罢韩的游行是有一个非常有节奏的设计 有不同的这个大队 而且不同的诉求 香港彩虹媒等等 我讲的彩虹媒是红色的媒体 他有全国性的诉求 也有针对韩国瑜个人的政治主张 跟韩国瑜的这个市长的市政上面 市民不满意的部分呢 都有很清楚的图像 跟他这个有诉求的话语 所以他会造成很大震撼 那韩国瑜用遮羞布 还用自己动用自己的脸书 放了一张布下面空空的 这是给同温层看的吗 可是韩国瑜如果对于挺韩啦 或是罢韩这个对他所造成的冲击 非常有在意的话 那就他就不应该中途落跑吧 他为什么中途落跑呢 他这个不走游行 那为什么不走游行 还有不同的说法 还去唱歌唱一个隐形的翅膀 就被人家想到他是隐形的市场 然后呢 他这个回到台北 来参加一场这个什么脱口秀 然后又发现说那个脱口秀是晚上七点半钟 你想想看一个三十多万 他们号称三十多万的一个活动 竟然会出一个大瑕疵 让主角上去唱歌的时候唱不出来 他本来是要塑造一个均匀天下 喊着三十万人 我们一起往前冲光荣高雄 游南崛起 有没有 结果发现他一割歌词 傻住了 不是 我觉得基本上 你想想看这画面不断的被播放出来 剪了没多久 我跟你讲 年轻人就开始要开始在网路上面 所以网路上才有隐形的市场 你这样子他的年轻人选票在什么地方 到时候是妈妈你看一下 韩国人一首歌都没有准备好的人 你要想选总统 不要让他算 到时候变成小孩子 打电话给爸妈妈翻脸了 因为现在状况是真的这样子 我们知道去年一二四的时候 本来有些支持民进党的 比较偏蓝的人 在一二四之后 他们是整个翻盘 就是都已经背离了 就是对绿的选民 没有什么绿的执政没有兴趣 甚至中间选民都转换蓝营 只是这么短的时间被翻转掉 你觉得只是吴敦毅 他智商有出问题吗 韩国瑜当然要负更大的责任 而且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竟然他的这个 这个潘恒绪 来说一句话 这是一个成功的活动 周已过 轻松已过 应该指的说这个唱歌是小瑕疵 已经过了 今天要大家再见 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严肃的问题是 如果说连一个造势活动 都做成这么敌一辣的 而且做一个 应该说最重要的人是在活动还没结束 就已经绕跑到高铁了 你你觉得他对这心态有有对了 选战有多大影响呢 你不要去怪吴敦毅了 吴敦毅吴私怀这件事情错不了 他活在同温层 我甚至怀疑 当这个吴敦毅说错什么话的时候 旁边都说你骂得好啊 你骂得赞啊 这个怎么样子 他已经活在同温层里面 而且他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 非同温层的声音 所以我这样讲 这个国民党党中就不用谈了 但是韩国瑜选战还要开始 还有十八天 还有十八天 人家现在要割喉战 这个他挺他的报纸说 就割喉战的情况下 他的行程就是高雄办完活动之后 就去博恩秀 博恩秀完之后睡大觉 然后各地展开了各式 还有夫妻战 对然后各地 当然夫妻战 这个战一敷可以敷完十八天 这样不用做任何选战 每天叮战就好了 我谈这件事情是一个严肃话题 民进党是从南 陈其迈 台中云林 蔡英文 林家隆在台中 他还有林家隆 北部是 屏东潘满安 两个副总统已经合体了 然后连 等我们要谈到 连吴英农的民调都往上走高了 这个情况下 多么紧张的时候 韩国瑜还在 孵鸡蛋 好不好 这场选战真的太有趣了 为什么他要落跑 你知道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因为你们毕竟在高雄 那他这个游行一开始 本来要走大队不走大队 然后到最后站上舞台 唱了歌就跑人 说他在台北 参加这个脱口秀 那他显然是有点 这个对这个游行不是 非常的尊重 第二 李嘉峰没有出席 第三 今天早上 这个他们的韩半 开了记者会 痛骂这个 罢韩的游行呢 是一场霸凌 是唬烂 然后呢 中间还有你看 还有这个 就是污蔑他的 丑化他的 这些种种 这些诉求 搞不好 会造成中间选民的反感吗 请教冠荣 究竟你们在罢韩的这个游行 达到了所谓五十万人 这样的一个高峰之后 那对方的这些方法在高雄的内部 或说在选民的心目当中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不认为韩方 他们有很认真要面对这一场游行 我们一直觉得他们 你们还不是完真的 他们他们要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他们截取部分的画面 宣称他们在高雄 仍然有人心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要动员造势 然后让地区居民聚集在一块 然后他们再截取一个局部的画面 再截取一个我们局部的画面 来打这样的舆论传 的确就像这位大哥说的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认为他真的要办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地的人最了解 在地的气氛 他就是绝对办不起来 我们在地的人根本不用动员 我们光凭在地居民的愤怒 我们就可以出现 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听 以可可姐的这个照片来说 其实就跟 这些照片都是 对 以挺韩游行 来说 挺韩游行的主办者是谁 是韩半 韩国瑜他们 但是罢韩游行 你要说主办者是我们 对我们是主办者 但是事实上 我们都认为真正的主办人是谁 真正主办人是韩国瑜 你今天不是韩国瑜做的这么烂 今天不是韩国瑜背弃高中市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出来 我们呢 我们只是协办者 我们协助高中市民去发 他发泄 去发挥他们心中的愤怒 这些东西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做的 所以爬树啦 这些 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 然后这个讲话 这个是讲他亂讲话嘛 对不对 主办者没有那么多钱 彰化等等 这些都不是主办单位 对 我们能做的 我们做的就是那面大旗 那面水晶球 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抱着一个关心高雄 爱台湾的一个心态 我们欢迎全台湾的人 一起去来参与我们的嘉年 我们快快乐的 我们本意是抱持着这样 结果韩正英不是 绕了一批人来 要跟我们正面冲突 结果正面冲 想正面冲突就算了 他身为高雄市长 结果真正在乎市民安全 真正关心市民安全 只有我们 从头到来 都是我们一直去跟警政署 沟通协调 是啊 韩市长他们到底做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从头到来是我们一直在呼吁 包容和平 那韩市 韩市长他们呢 你刻意把人绕 绕一堆人来在高雄 然后跟我们同一天 然后然后就绕跑了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他是高雄市市长 然后这场游行有没有和平落幕 落幕他根本不关心 然后他就跑人了 就坐了高铁来台北了 那到底 我们怕的要死 你知道我从早上十点到 待到晚上八点 我就是怕游行现场出什么状况 而且他走的时候群众都还没有散去 那如果在散场的时候发生任何的冲突 这个高雄市长要负什么样责任 要怎么指挥呢 他好像一个局外人 那今天的这个韩伴怎么样痛骂韩国瑜被霸凌呢 我们来看王姐秋跟郑昭欣气扑扑的 WeCare罢韩大游行主办单位喊出人数超过50万 现场还有讽刺韩国瑜的各种道具 如今韩伴大发雷霆 开记者会批这不是罢免而是霸凌 挺韩的游行里头 全部拿着中华民国旗唱着国歌快快乐乐 欢欢乐乐的像交友一样聚在一起 对手阵营的支持者随意的把一个人在地上践踏或丑化成这样把他的舌头拿来割 韩伴海骂 游训队伍找来撑香港大队跨海参加 跟本市消费香港 最见不得香港好的就是旅营 前一天主帅韩国瑜开骂 罢韩光复高雄布条是遮羞布 如果有50万人参加 那大概有48万人都在布条下 韩伴也做了公示 说如果每平方公尺能占3人 跟五福路半封的宽度计算 根本不可能塞下50万人 欢迎这就是11公里 请问各位11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从罢韩游行的高雄文化中心起算 50万的人潮必须要挤满到 接近高铁站的连池潭 可是实际上罢韩游行全程只有4公里 不过挺韩游行也爆争议 南投地方群组流传一张 来自国民党普里镇党部主任 发的赖讯息 找人南下挺韩每人500 被质疑是给钱找走路工 但韩伴说明这是要收500 不是要给500 如果我们想要包车一起要去 那就要付500块 是用来所有行程的花费 只是一起共同出游而已 这个走路工完全是一个抹黑 跟不实的指控 欢迎检调来调查 大妈罢韩游行政治操作 但韩伴持续追打 似乎想借此炒热选情的是自己阵营 好这韩国瑜跟韩伴的发言人继续对罢韩的游行 找很多的问题来批判 包括他还说只有两万人用遮羞布藏了四十八万人 那韩伴还说呢里面非常多的创意是恶意的霸凌 到底对这个支持韩国瑜有没有帮助呢 将来要看发展 不过呢有这个国民党的普里政党部主任 刚才我们呢这个看到王浅秋说依法处理 就是他呢在找人说南下高雄为韩国瑜加油 每人五百元协助动员找人好吗 上缺十八位 有益者请赖身份证字号出生日期姓名电话 谢谢您这个袁国盛是有名有姓的人呢 一人五百元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后来说这个是收五百元 作为当天的餐费车资费跟共同办理保险等费用 那检调单位已经约谈了他 到底他是给五百元还是收五百元呢 这样的这个说法呢是完全起人疑斗的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韩国瑜 他不参加这个流行的大队伍 然后呢他唱歌的时候呢也不会唱 而且那个歌选的呢 也有点像卧底的人在这个出球韩国瑜 一个市长警驾了 全个隐形的翅膀 那其实选民应该是显形的才对 要到投票所去投票 那他到底为什么唱完歌没多久 致辞完以后 不把这个高雄的安危就是游行呢 有没有平安落幕 他没有他没有了解 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资讯之后 他就离开了 他好像不是高雄人也不是高雄市长 妹妹你觉得他为什么 他要逃离现场吗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他昨天整个那个态度 我觉得他其实漫不经心 他没有充分准备的 他连歌曲都不只是挑的不好 连唱都唱的哩哩啦啦 然后离下去走都不容易走完全程 我不晓得是因为体力的缘故 还是什么样子缘故 然后晚上他根本老实说 明慕说他是因为懒惰 我不晓得 我觉得老师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体能不济 我一直觉得因为韩国瑜之前就很有名 十一点才上班嘛 被抓到了不是吗 可是游行是不是下午一点多钟吗 游行也是蛮辛苦的 你要一直走一直走 他至少也可以走一下 走个一千公尺 所以他找了一大堆理由嘛 然后也待不住嘛 就跑掉了嘛 跟他说危安理由 然后呢 国安局副局长胡牧原 我看他记者访问 他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说有危安的原因啊 我们没跟他讲叫他不要走啊 他讲话杀东西是幕僚建议 他一下说危安的理由 一下说幕僚建议 就自己懒得走 就自己懒得走 结论就他懒得走 不管但是 要不然就是被李嘉芬 已经靠问了两天两夜 实在没体力走 我不知道 李嘉芬昨天也没有出现 很简单 因为不高兴 六百万你交代清楚吧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觉得 这里你可以看到几点 刚刚Coco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他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今天当家不闹事 你落全国人来挺你 而且呢还修改了路线 对不对 终点突然间跑到刘思芳的竞选总部去 坦白讲万一有个冲突怎么办 还是你刻意要制造冲突吗 还好我们之前不断的讲 所以我们就大家就先讲 先讲先预告了 那大家老说中央这个警政署也下去了 所以作证 然后大家也觉得说 因为心里有预期了嘛 所以整个是和平落幕的 但是你知道多过分吗 他不只是当家不闹事 落人来 照道理说那代理事长是谁 应该是叶匡石对不对 就叶匡石做什么去 他应该坐证指挥吧 叶匡石跑那个队伍去了 不是吗 也欢迎大家去 也在游行队伍里头 你到底把高雄当做什么 当做挺韓罢韓的竞技场吗 你心中有市民吗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都不好意思讲 韩半你好好意思出来 说什么大家罢零零 我不好意思说 你说你这边自我安慰说什么四十八万人躲在底下 只有两万人出来 你讲这种话就跟韩国瑜之前讲说他没有一点点对不起高雄人 只是让高雄人更生气 而且呢这样子讲话的出现是一种傲慢以外呢 我觉得我发现非常没有民主素养 老师我今天如果是韩国瑜 我说实在话 我在台上 我只差不要下跪痛哭都来不及 你搞到五十万人出来要罢免你 你还好意思说 你自己落跑 你自己对不起高雄 然后你说出来人家要出来行使罢免你要游行是人民的正当权利是对你的不满 你说这个叫霸凌 那你韩粉霸凌人的时候 你怎么都不讲话 这第二点要讲 第三点更恐怖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看到的产面真的是吓到 你觉得他是怕的 他真的吓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想看挺韩的人这样全国这样烙 你说多少辆游览车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四叉猫 感谢他 他真的一台一台去输 你知道几台吗 六百台 六百台游览车 一台四十个人 六百台多少人 两万四千人 昨天这样占了多少比例 全国这样烙人来 这只是游览车 有没有自己坐车来的 等等的外线是自己开车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本地人出来 真的挺你的是多少 真的要发动罢免是在高雄本地 而昨天霸函的人 前天霸函的人 我我认为 其实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绝大部分是本地人 绝大部分 这就是对挺韩 大部分是外地来的 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年龄层 那个霸函跟挺韩 看起来霸函 里面中高龄比较多 对 而且韩国瑜 家大小加年华会 这个是最恐怖的 在游行的对比上 对对 然后韩国瑜自己 都讲出了真实点 他说感谢大家 这么注意高雄 因为所有饭店都订满了 你若是本地人 需要订饭店 你就是外地人过来 好问题战场是在高雄 现在福老西又出来了 我如果是国民党人 我会吓死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脸孔太多了 Coco 这个就是重点 对 这个才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画面的对比 对 这个画面对比 让熟悉政治运动 街头游行者的外衣效应的人 恐怕心里会有数的 我告诉你 这些年轻人不是民进党 可以动员出来的 没有 民进党在后面动员 那年轻人 我们看一个画面 我们看画面的 你看这个挺韩的游行 就是老套 就是国旗 国旗装 看了都已经验了 那可是呢 罢韩的里面有非常多的创意 年轻人 然后很多的创意 不同的这个画面上的表现 那你来看看在周末的这个 隐形的翅膀的隐形市长 以及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蔡英文在周末也很忙啊 他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林长佐的闪铃乐团 他配合了 加上有洪慈雍 有陈伯韦 有赖皮鱼等等 那这一场凯达格兰大道的音乐会 蔡英文有非常幽默的表现 而韩国瑜的落跑 相对之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给大家来看看 这个不同的场景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才刚感谢完韩粉 要开口现唱歌手张绍涵 隐形的翅膀 没想到 翅膀的朋友一起唱 每一次 就算很深 也不深美光 没提此机 韩国瑜就不会唱 只能干笑 就算紧急用手机救火 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爱我飞 飞过绝望 居然把希望唱着绝望 而且还不止一次 唱得熙熙落落 遭网友痛批 连唱歌都可以这么不用心 直接改编歌词 讽刺应该改唱 隐形的市场 不去想 他们到底有没有智商 我看见 每天的忽然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 在台湾有个隐形的市场 大说话 给你希望 我知道台湾有个隐形市场 我们这年轻人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在高雄 是很欢乐的事情 因为我这次也有去 但是紧急又回来台北 那你知道那状况怎样 其实高速公路在这个十二点以前 是一直回塞到路竹 你说回来的时候 就是就是那上面塞满的车子 跟这个就是六百辆 对对 就是游览车 那当然在某个某个电视台 当然有去调查 就是说看看在国富经典馆附近 就是我们所谓霸函的部分 有没有游览车 就他们失望 因为总共有三个巴士停车场 里面都没有开到大的巴士车 但是反过来 其实我倒觉得霸函的团体 还有跟支持霸函的电视台 倒蛮克制的 并没有去拍挺韓 到底有多少巴士 因为这实在是 我觉得是今天很丢脸的事情 那我应该这么说 韩国瑜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就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号召全台湾人到 全台湾人挺韓到高雄 来捍卫他 但是也不错 他就凑了三十万人 可是我的很好奇是 这三十万 他们下去之后 他们得到结果是什么 就是他们还没有 还在急着说路上塞车 要回去 你知道吗 后来就是他们结束完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霸函的活动 是到七点才结束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是搭四点以后的高铁 北上的话 基本上是爆满的 就是那个 就是挺韓的要走了 就是因为霸函的 还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我大概是晚一点坐坐车子 吓死人 就是往往北走 那是塞到一个可以啊 那你看服装 大概就知道是刚刚从国旗装 对对对 从那边下来的人 那你可以想一个画面 就是韓国又为什么要提早走 因为他知道当这个霸函 挺韓的人离开的时候 他晚一点点可能他如果这个可能会 做不到高铁 或者他反正会塞车之类的事情 可是他需要走 他需要去约一个晚上的那个脱口秀吗 没有 你要知道他其实 那没诚意啊 你要这么说 我先说 因为脱口秀是事先约好 这才能够凸显啊 一二二一是离时来的 挺韓的活动是多么极旧杂 这是事实 连这个脱口秀都不能改变时间 那他在一个月以前说要对抗霸函 一二二一看起来 其实是乱录的嘛 其实你们都错了 他为什么要提早走 因为要补眠跟休息 晚上要录 菲菲姐比较了解 他全两天有睡得好吗 请问一下 为什么没睡好 周刊的那个故事出来 请问一下他能睡得好吗 他可能被赶走了 不在家里 那他提早走是回来 回到台北来休息 补眠 晚上气色好一点 你在想睡不足的时候 录影非常难看 那不尤其是因为怕体力消耗过大吗 李嘉峰说 台湾的灾难 国民党今天的灾难 就他们两夫妻 强出头造成的 如果今天不是韓国瑜参选的话 照过去民进党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号 选举的结果 国民党不要说躺着选 轻轻松松可以打赢成仗 今天所有的问题造成今天 就是他们两夫妻强出头 那李嘉峰的强出头超过韩国瑜 你看他到美国到各地去 那个演讲的那个神情 那个那个态势 几乎可以跟蒋宋美龄比美 宋美龄是应国会要求 他是在乔舍奖 宋美龄那个时候是因为二战那个 对对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对那五百万对他很重要 那你六百万突然间就送到人家手上去了 然后王小姐在他回国前一天爆出这个新闻来 那你在想韩国瑜李嘉峰不出来 当然是尊严受伤 他怕被一直追问 没有我觉得他是尊严受伤 我觉得他是 因为他上一次刚刚主持人说 对啊凯达格兰那一次 他不是很高兴吗 他有没有他没有高兴 他是垮着脸 那一天是也是有失和的那个传言 他是先是垮 他是站在那边垮着脸 但是过程中间 为了表示他夫妻感情 所以在那个人群中间 还帮韩国瑜擦汗 还递水给他喝 站在台上那个没有笑容 那个时候有个新装王小姐就已经出来了 吴子佳就爆出来 对吴子佳就说了 还说有什么 对然后他就满街去打听王小姐 但是那个时候王小姐并没有出现 只是传闻 所以他是很愤怒 但是这一次是王小姐自己出来爆料 那个尊严真的受伤 你知道他完全你知道高姿态 就要做第一夫人的样子 王小姐今天讲你老公陪我打麻将 你老公拿六百万给我买房子也好 干嘛做生也好 你老公打麻将过夜 就在我家休息 然后你打电话来查清 他还告诉我们虚 那你说李嘉芬 这个王小姐已经出现了 所以韩国瑜在那天游行表现 我觉得他是荒腔走板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之前 他就早早就回房高雄 部署了这一次的游行 还记不记得他就回来 要这个要怎样 还刚刚任俊讲 还批评说 有五六天都在高雄 对 然后他就完全在部署 号张所有的韩粉来 结果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对 没有发现 没有没有想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某个报纸 其实画这画面 就是韩国瑜的心态 他说看起来如果我没选上总统 我真的会失业 这个心态就是摆明了 就是现在韩国瑜心态 但是你也知道韩国瑜个性 这样子 他面对冲突的时候 他是敢去面对冲突 比如说大家说打麻将 在高雄就要办什么麻将 麻将活动之类的事情 他是敢去面对这问题 但是他心是虚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这几天报纸很重要 我特别留下 礼拜一的报纸特别重要 我就留了非常友善 你看他的报纸 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我相信这报纸的摄论 就反映了现在他的心情 这个心情叫做 这一票该听父母的 你知道去年一二四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看韩粉的那些画面 是很支持韩国瑜 那时候的摄论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一票妈妈请听小孩的 所以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说现在的韩国瑜的状况 那韩国瑜到底为什么 我们说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去面对的原因 是我们在看自由时报 大概就是自由时报 是替民进党说话 或替这个霸函说的 其实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是完全是韩国瑜说的话 我请所有高雄人 还有所有相信高雄 在韩国瑜上认证里面 没有做出任何成果的人 来看一下韩国瑜的誓词 他说如果不认真打兵 菩萨都不会保佑 我看菩萨真的不会保佑韩国瑜 你把菩萨拿出来 请问一下你在高雄 担任市长的工作 先不要说你几点钟散办 这不用讲 你只有没有请假时间 人家帮你算过了 只有扎扎实实加起来 就有三个月的工作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一句话 为什么今天说霸函大游戏 韩国提这五项保证 这五项保证 高雄人根本不会在乎你 那我们接着就要下看 当你在说高雄那条 那个部的叫做遮羞部的时候 其实说出这句话 就说出韩国瑜心中的痛苦 因为有这群人上来 证明一件事 大家对于他在高雄 对高雄人不尊重 基本上需要遮羞部的人 不是我们这些罢免 他的人 而是他内心深处觉得 那个是他的遮羞部 因为他觉得里面没有人 后线里面没有人 他就要找 去上穷 逼罗巷 再一次找到里面 没有人的画面 让自己觉得 这是他的遮羞部 我觉得韩国瑜最后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些年轻人说的话 游行的终点 霸函的起点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 我要说的事情是游行的终点 很可能韩国瑜在高雄 他的票数会低到比上次的陈局担任市长票数 那个对手的票数要低 这是他现在担心的 因为我要说一句话 你要叫人站出来去 因为我们高雄浮渊很大了 你说要从很远的地方 乐人来实际有点困难 基本上都是以市中心为主 就凤山啊 顶多到南子啊 或者到这个 岡山都太远了 所以这样 这边的人口加起来 也不过差不多 因为全高雄 大概是有两百七十万人嘛 你以市中心的人数 大概就是差不多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五十万上街头 这个数字其实比香港 那数字还精神 香港是七百万 两百人上街头嘛 你要你要知道 我今天去挺人家 那种有动力去挺 我会冲上去 罢韩基本上是比较负面的心思 你要真的人家逼到高雄人 要站出来 我今天还有个画面 让人家感动 就是一家十口 就是爷爷奶奶 小孩子 孙子 还有在强保的全部站出来 反韩国瑜 我要问一件事情 韩国瑜还有刚才那两位发言人 因为那两个发言人 都不是高雄人 一个是从台中来的嘛 一个是从台北来的 那两个发言人 那一男一女 我要问这件事情 是说 你们懂高雄的心思吗 你要不要去找个高雄 在地人 来谈一下这个心思 简单 议长可以啊 副议长也可以 他们在地高雄人 叫他们来说 他看到什么情境 因为他们最清楚 这些人 就是在地里出来的 议长一定护航韩国瑜 议长还限制议员的发言 他没有出现 他没有出现 他完全不敢讲话 他完全不敢 所以我 我还是强调 游行的终点 会是明年一月十一号 高雄展现他的气势 我很担心 到时候蔡英文 我替韩国瑜担心 蔡英文在高雄 拿了一百多万票之后 韩国瑜知道 他真的要失业 高雄人绝对会展现 高雄对你的生气 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每次去南部演讲的时候 我我都是戴着帽子 这样就怕人家认出来 一样人家看着 你王杰明 那个韩国瑜 要让他倒了 要教训韩国瑜 现在教训韩国瑜 这四个字 不是光荣高雄 那不是 是教训韩国瑜 这五个字 才是现在高雄人 心中共同化 五个字 教训韩国瑜 高雄人王杰明 说出了高雄人的愤怒 接下来罢免韩国瑜 会不会被高雄市政府 用法律战来制止 而李嘉峰究竟 有没有两天两夜 罚韩国瑜贵算盘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民事台湾台 蜡新闻一五二 欢迎你继续锁定 欢迎你继续回到 蜡新闻一五二的节目现场 12月21号 罢韩的人潮 涌向高雄市的街头 50万人 让韩国瑜心生畏惧吗 他批评 所谓50万人里面 有48万人 是在光复高雄 保卫台湾的布条下面 他的说法 加上韩半 今天早上开记者会 痛批说 罢韩的游行当中的 很多的口号或说 很多的诉求呢 是霸凌 究竟韩国瑜在怕什么呢 在现场 他没有参加游行大队 也就罢了 他在最后还提早离开现场 他的太太从头到尾 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当中 到底这一对夫妻 是怎么看待 12月21号 所谓挺韩的关键活动 当中的这一场动力呢 我们来看 李嘉峰在12月21号 他不是没有公开活动 他早上到了台南的天后宫 但是他没有回答 是不是要参加挺韩游行 下午他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 他去参加高雄社会局的活动 到了下午 他到台中大甲 去参加立法委员的造势 他说不论怎么黑都没有关系 因为都不是真的 所有台湾灾难都可以在我们夫妻身上 台湾有灾难吗 现在韩国瑜家里的灾难是600万呢 看李嘉峰他是怎么样回应 最近所谓的王小姐的风暴 双手合十 虔诚的像放在武功阵上的神明 一一参拜 处勇人潮中不时听到这个声音 民众喊总统夫人 李嘉峰瞪大眼睛笑得开心 但听到敏感问题 却是从耳不闻 夫人今天的游戏会参加吗 韩国瑜神600万 你看我是怎样 谢谢 不好意思 世界妈祖大会首度遗失台南 全台四点大天后宫举办 来自全台三十六间大庙的神明齐聚一堂 李嘉峰特别前来出席活动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政治与选举 如果不是因为选举 其实李嘉峰碰到这么多的 这个新闻上的冲击 其实还蛮令人同情的嘛 那明放 为什么韩国瑜不参加游行 这个走那个大队 为什么要先落跑 为什么他太太没有出现 在初选的时候 他们在凯达格兰的那一场造势 那个是李嘉峰是笑得这个 非常灿烂 开心的 在韩国瑜的身边呢 不是吗 我觉得韩国瑜选到现在 我就缺少两个字叫诚意 就他对这场选举的诚意到底到底在哪里 对支持他的人到底诚意在哪里 你说好了 你要去去赶那个博恩夜夜秀的场 那你应该从头走到尾嘛 对 至少前一段我跟你在一起 那我先走了这样 一般人都是会这样子 但是他为什么会 除了大家对职界的理由就是说 他这个体力不支啊 然后 你不也说他可能懒惰吗 对啊 懒惰啊 那有没有可能他觉得说 万一这个事情闹起来的时候 他想要脱身呢 他想要 他担心有冲突 他搞不好人啊 因为他在里面的话 对 那之前那种风声鹤唳 连AIT都发出警告 说小星星这两个队伍会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是不是要逃避责任 如果说整个过程中 他都有在里面 然后又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大家全部都怪到他身上 所以都显见这个主帅 对于他的群众 第一个没有信心嘛 对这些群众不负责任嘛 对这场选举没有诚意嘛 那所以说那你说这个 大家就看到他这个 连隐形的翅膀 拜托你要唱隐形的翅膀 除了那些联想之外 歌词没有 歌词没有 绝望一直变 希望一直变绝望 对 但是带来希望 非过绝望 歌词没有 那你比方说你先前要唱这首歌 没有练 没有练之外 幕僚也忘记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 你这个主帅会不会唱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不是随便唱的 不是像那个梅慌 很高很难唱啊 或是我要出真照随便就可以唱 不是他年代的那首歌 所以呢 他这些不用练过吗 不用看下翅膀吗 不用 他现在可以想翅膀 对啊 然后这个没有歌词 幕僚不用准备吗 所以整场被人搞什么 就把一些人唬唬 唬唬去高雄 其实我有个朋友 我们是台中人 他长久在高雄这个工作 然后他还入籍高雄了 他本来昨天是要去 前天 前天是要去台北办事情 他后来晚上传个照片给我 阿姬我留影像了 因为我被电视拍到了 他留在高雄参加 他说我留在高雄 就高雄 比较重要 这比台北工作还要重要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是罢韩还挺韩的 他当然是罢韩的 对 他这上面 在那个草包的那个牌子旁边 照一个相给我看 那就是说表示说 大家对于罢韩这件事情 你说韩国瑜在高雄这件事情 是非常那个热血沸腾的 那然后你又这种漫步惊心 我请问一下 你一定要这样骂这些罢韩的人吗 你可以说谢谢你们来繁荣 高雄的经济啊 对不对 那你一枪把他打死 就说你们都是外地来的 不是罢韩的人 那不是也漂亮多吗 然后你还去指责人家 就说人家只有两万人 只有八万人躲在那个 然后还去指责 图像什么舌头伸出来 像那个霸凌人样 你这样子回答 就是不漂亮嘛 就是不心虚 就是心虚 然后没有诚意 然后不坦诚接受嘛 那你就说谢谢指教就好了 反正事情也还没有 也没有到 你知道我在怕什么呢 那我觉得就说从头到 甚至二十几天 我们希望看到韩国瑜跟李嘉芬 参加这场选举的诚意嘛 那所有的灾难是谁造成的 所以台湾没有灾难啊 现在这行总统大选 国民党的灾难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你们两个夫妻两个灾难造成的 还有那个区域立委的这个选情被拉下来 总统大总统候选不用负责任吗 那至于还在讲说什么我们承担所有灾难 你担得起吗 我的天啊 对 所以呢这个韩国瑜没有唱隐形的翅膀 应该跟这两天忙着解释六百万都来不及 应该也有关系吧 李嘉芬呢 她说台湾的灾难都可以在我们夫妻身上 她所说的那个灾难到底实情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吴敦亦也没有出现在游行的队伍当中 第一个这个带队的是朱立伦 马英九也没有出现了 但是马英九她不是很重要的这个当事人嘛 毕竟她是前任的总统 到底他们在搞什么 这个佩芬姐最了解国民党了 在这个最后阶段 国民党就是一个顺风牌的时候 大家都来了 井上天花的多 国民党这个这个雪上加霜的情况 衰逝的时候人人都跑 对不对 好 分阶段来回答你 第一 为什么吴敦亦没有去 记不记得一九九九年 吴敦亦选连任丢掉了高雄市 所以他不好意思去高雄 他怎么好意思去 然后我我一再强调 韩国瑜选总统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才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如果高雄市长又被罢免 又丢掉了高雄市长 那吴敦亦就是两次的罪人 就是标准的战犯 两次都在他手上丢掉的 所以他好意思去吗 请问一下 他在高雄的风平并不好 吴敦亦 还记不记得韩国瑜 曾经有取消活动的记录 一月四号那次 他就临时取消掉 那如果这个时间隔久的话 搞不好他也会取消 但是因为只有两天时间 他没办法取消 他必须硬着头皮去游戏 但是他心神不灵 一路表现荒腔走板 你几成听过他在台上演讲 这样语无人翅过 没有吧 他那天真的语无人翅 歌也唱不清楚 人家彩虹云唱得挺棒的 有学过 跟张善臣电话里练过 但是问题以他的聪明 他只要练两天 他当然可以唱 他很爱唱歌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所谓心不在焉就是 你知道吗 他要赶回来 赶到台北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头两天 你认为他能够好好的在休息吗 你头两天 真的被拷费拷问 有人说他可能被罚贵 但我是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他们家的家规 但是他一定会被李嘉芬修理 因为李嘉芬是一个非常有自信 非常强势的女人 然后过去这十几年 都是他在持家 韩国瑜失业 那韩国瑜孩子怎么长大的 我相信都是李嘉芬在持家 他会理财也会做经营事业 双语学校也是他家的 韩国瑜有今天 其实李嘉的贡献是最大 那你在想碰到这种事 李嘉芬会受得了吗 所以他一定被修理 然后回到台北 一定是来休息跟补眠嘛 他在逃离高雄 因为否则的话 你在想那个睡眠不足的样子 语无伦次去上节目 那个博恩叶叶秀也是那个 林牙利嘴的 因为韩国瑜平常是你知道他造势口才 没有人比得上他 我曾经说他是国民党三十年来最强的战将 那口才之好 国民党没有人比他强啊 可是他那天的演讲讲的什么东西吗 那五项诉求根本是空的 所以你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赶赶就赶赶的快快的就跑了 他怎么能留下来吗 你在想 那李嘉芬这个不出现在这个游行场合 他被逼到到台中 这个去参加造势活动 人家问的时候 他这个答复也是很特别 就是台湾的灾难都可以在我们夫妻身上 刚刚明峰跟佩文姐都告诉我们台湾没有灾难 真正灾难是国民党的灾难 国民党的灾难 他除了这一次的选举1月11号要面对之外呢 当然还有罢免韩国瑜已经是溅在悬上 韩国瑜的阵营说这个罢免呢 有法律上的问题 究竟他们在防卫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最新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是说这个罢免呢在法律诉求上面 可能呢有一些这个不完备的地方 要请教一下这个灌荣啊 你们的罢免现在是在 他就职一年以后嘛 对不对 那就职一年以后应该是 在26号就可以提出 那为什么韩国瑜阵营认为 现在有一些这个不合法律规定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这边我先修正一下 康大哥刚才的一个讲话 他说韩国瑜敢于面对冲突 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 他热爱制造冲突 但是他害怕面对失败 所以我们在游行中就看得出来嘛 他在游行到三点多的时候 发现哇 那个人数不如人 他就绕跑了 留下我们在地的高雄人 来收拾这些烂摊子 但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看韩国瑜在过程中 他包括唱歌包括什么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因为他要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但是年轻人 不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是非常的有才华的 他们对国际的接轨也好 对于新资性的吸收也好 以及对于一些事情的执行层面也好 他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清除于懒 而就是清除于懒的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 我们这一杯要做 其实制造空间给这些年轻人 而不是诈骗年轻人 韩国瑜做的就是诈骗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不是这样 年轻人是会查资料 他们很善良 他们容易被诈骗 但他们会查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罢免的东西 我在这边说明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电视机前面观众 如果手边有手机有什么的话 你们可以打开打开google去查 选罢法第九节第一款 第七十五条 公务人员之罢免得由原选区选举人 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罢免案 但就职未满一年者不得罢免 也就是说他怎么规定 就职满一年 我们就可以提出罢免案 对啊 那在就职满一年之前我们办这些游行关你什么事情 可是他的意思说 这个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这个争执是说 你应该在就职一年之后才开始联署 因为他们的话是这样讲 根据选办法规定公职人员就职满一年才能进行罢免 这三万份的联署书是否有效 他们非常质疑 中选会却放任不管 你知道他争执的理由是说 你的联署应该在一年以后才进行 然后你现在对发动日期是在十二月二十六号以后 还是在十二月二十六号以前就可以联署 这个法律上有非常精准的规定吗 法律这边其实讲的很有 所以我才很质疑啊 韩正义里面到底有没有懂得国文 看得懂国语的人 法律就是这样写嘛 德游原选区选举人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罢免案 什么时候带到联署 从来没有带到联署 所以他没有规定什么时候开始联署 没有啊 法律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提出罢免案 提出罢免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法律规定的联署数目 就是联署数目 联署数目当然要够嘛 所以就职位满一年者不得提出罢免案 这个意思嘛 所以你们现在要按照原来的计划 二十六号要提出罢免案的提议联署数量 我们会提三万份 你们提三万份 好 这个联署是送到中选会 对 所以其实中间有很多过程 第一个是联署会送到中选会 那中选会立案之后 他其实是要去查核这些联署数是否真的是在地的距离 会交给地方政府 对 他会交给地方的选委会 那地方选委会是怎么组成的 地方选委会 其实主委依照惯例是由市长跟副市长担任 所以是高雄市的这个选委会 高雄市选委会现在是韩国瑜的 那现在这个有没有回避的问题 没有吗 直接要罢免他们的市长 然后中选会的这个联署数要送给地方选委会 我们相信这些公务人员会秉公做事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罢免案的相关的厉害关系人 当然我们会呼吁韩国瑜市长 不要来担任这个选委会的主委 让副市长出任就好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选委会的总干事实际上执行的人 是什么原则上是由民政局局长出任 那民政局局长是谁 民政局局长曹桓龙 现在在哪里 现在绕跑去选办 进办了 他是韩国瑜的人吗 对 所以现在是由民政局的副局长担任 那我们当然也会担心说 到时候当初帮韩国瑜竞选的民政局局长 现在绕跑了 会不会又回国来担任 所以在这中间在你们提出联署书中选会交给高雄市的选委会来确认是不是联署书有效的时候 其实高雄市政府的选委会就可以拖延啊 法律规定他们要多久的时间要提出答案呢 法律没有特别规定 但是我们预估他们应该会做一些拖延 所以原本如果说这个事情你按部就班的做 你可能大概三个月就可以达成 我们我们可以拖拖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不可以 当然到那时候就太夸张 其实我们还是信任高雄市的公务人员 我们相信公务人员不会这么歪曲 这是第一个陷阱跟关键之所在 第二就是一定要高雄市选委会说 你这个两万三千多份的合法的提议的 联署书是合法都是有效的 他才给中选会嘛 那中选会才第一阶段核准 然后你们再送第二阶段的二十三万人嘛 对不对 那第二阶段二十三万人 要不要给地方的选委会 一样要 还要给地方选委会 所以看起来用法律拖延站 或是用高雄市的这个选委会的这种 这个有效联署书的审查上面的这种延迟 就可以达到让韓市长不被罢免的 至少短期之内可以不被罢免 不是吗 所以我们其实从头到尾都说 罢免案会不会成 从来都不是我们这些人在负责的 那你们有什么方式 一直以来都是韓市长在决定这个罢免案会不会成功 那现在你们有什么 我们这边有几点呼吁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韓市长 不要自己来担任这个选委会的主委 好 第一个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什么 我们希望韓市长能承诺 他的政治力量 不要伸手 把他张手 这都是道德诉求 没有用 第三个当然你们有什么 当然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连署书 其实我们都有复印一份 所以其实除了官方查核之外 我们地方当然会试着用我们的力量 好 现在是联署书会给送给中选会 然后你们这个联署单位会送给中选会 当天都要录影带 都是现场都有留影片 以前也有过对不对 可是中选会送给高雄市政府的 这个主管的高雄市选委会的时候 谁来保证不会礼貌换太子 就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们根本无法管控嘛 那个根本就在高雄市的 我们都会留复印本 不是我这个小人之心 是我如果是罕贵正义 我也会用这种方法 让你这个罢免案到 明年一年全部拖延 拖延光光 我三万份我人力不够 我每天只能验那个十份 那十份三万份要多少天啊 要要要要四年 好多很多天 任俊你不觉得这个案子 最后就卡在这里 而且是正当的这个去卡关 这个罢免显然还困难重重啊 这个选举罢免虽然是法律 透过制定给人民的权利 但是你实际上在看 就是说罢免这件事情 在过去第一个 成案的门槛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即便你能够通过门槛 但是刚刚都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虽然中央选委会 是属于整个选霸的最高的指导机关 但是他下下还是有各县市的 他们各自有这个选委会 那每一个县市选委会 其实状况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台北市 他的选委会的主委 他是由副市长担任 那我看到有些是由这个秘书长担任 但是不管是由谁担任 当然也有市长自己本身担任 就是你听到罢韩团体出来讲说 只希望市长不要自己担任主委 这件事 那已经是一个蛮卑微的诉求了 也就是说副市长也是他的人嘛 秘书长看起来也会是他们自己的人 所以第一个会不会被刁难 会不会被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去去理解 所以法律战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确实他一定会发生啊 那这是他的武器嘛 就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接下来一定会去去诉求的 就是说 ok 你的法律虽然是这样 你可以发动 但是呢 你是不是能够提早的去这个这个来进行 连署 虽然法律上没有文 没有文字明白的去讲 这个搞不好到最后 你呃不只是进行诉讼 搞不好都会申请提示线 我其实觉得都有可能 那但是问题是 罢含的这一方 他是不是真的必须要依照说法律上这样做呢 过去从来也没有一个市长就职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都跟你讲 我要请假了 我不干市场的持户 而且还公开上了媒体跟你讲说 我就是不在高雄 那这个也很怪 也就是说好 这个看起来确实会成为他拖延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问题就在是对明星来讲 这些人在乎在不在乎真正的明星 是什么 我想想就是说现在以高雄状况 我刚稍微再找了一下 比如说刚刚因为杰明提到了说 打麻将这件事情 那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说 韩国瑜这次唱这个隐形的翅膀 是因为那个歌词 我稍微看了一下歌词 是说因为有这些东西 所以他可以看到就可以尽情的飞翔 或干嘛的 你知道有网友很可愛 他说在这一次 不管是罢韩或挺韩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让韩国瑜离开高雄 对 因为挺韩的也是让韩国瑜 就离开高雄 巴韩的也希望他离开 可是因为他刚刚讲到麻将的这件事 我不太知道 各位还记不记得一件事 韩国瑜确实很厉害 他的阵营很会想东西 所以人家讲韩国瑜土包子的时候 他就在高雄办一个什么土包子大赛 人家讲说什么巴拉巴巴 他们就说办一个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韩国瑜 在讲麻将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立刻就有一个人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做潘恒旭 潘恒旭说 好那没关系 高雄要办一场麻将大赛 而且要在三奉中阶 甚至媒体还做了新闻 而且我特别找的这一家新闻 是非常友善韩国瑜的媒体 他们应该不会造假 不会唬烂 当时讲的是十二月初的时候 要在高雄办麻将大赛 现在已经十二月底了 这个赛应该还没办到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跳票 因为官官局长都换人了 是啊是啊 然后主秘都换人了 是啊是啊 但是市政是可以延续的嘛 就算你是换人了 还是应该可以做 就这个看起来 确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了 因为这个我特别强调一下 这是那个非常友善韩国瑜的媒体 他的报导有问题的话请去找他们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对于很多高雄市市民来讲 他真正的无奈是什么 无奈的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跟他的力 他没有没有这个权力 去跟这个所谓的市长对抗 我先讲没有权力的意思 虽然虽然我们的制度 告诉你说罢免是你 你可以拥有的武器 当你不满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可是在即使你要行使这个权力 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状况 的之前 你有很多的时候 你是根本对这些事情 你完全无能为力的表达 你只能等待 你可以罢免他的时间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 就是说如果一个市长 他今天都在那个位置上 我我光举一个例子好 这几天 因为大家都就职周年 因为县市长选举 大家都一起选 你去看看台中的卢秀燕 卢秀燕怎么办 他的就职周年记者会 卢秀燕办法是把所有的局部首长 通通都找出 我就跟你做市政报告 我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事 这是国民党的蓝营的县市首长 那你再对照韩国瑜 但韩国瑜出来跟人家讲说 我也是做市长 我把高雄做得很光荣 巴拉巴巴拉 对不起 跳票的在这里 还有更多其他的 还有隐形的摩天轮 还有隐形的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他们曾经讲过 但到今天为止 你什么都没看到 他只告诉你规划中 那你高雄市民能够反弹吗 你不能反弹 可是你下一波 他已经开始在做工房了 那个当他发现 罢含的这个有五十万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时候 他也发现他的选举 可能落选的比例非常高的时候 那他要回访高雄 一月十一号以后 他请假结束 就可以回去做高雄市长 他可以层层卡关 刚刚任俊都说了 究竟这三万份的联署书 是在二十六号以前签的 还是二十六号以后才可以签 都可以失线了 对不对 然后更别讲说 高雄市的市政府辖下 高雄市市长通常都担任 选委会主委的 或者是民政局长担任 总干事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可以这个有效的联署书 与否他可以给你拖 拖三个月 拖六个月 拖九个月 拖一年 然后接下来你回到了 这个中选会 回过头来 他罢免案的成立的联署书 他也可以给你拖 他也可以给你拖一年 然后拖一年拖两年 他根本有恃无恐啊 雨晶 你不认为这个战争 是扎扎实实的法律战 而且这个根本不必像韩国瑜 脸皮这么厚的人 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做 那这个罢韩的下一波 会怎么样被这个消磨掉 其实刚才仁俊说的很对 因为在台湾县市首长 还没有面临过做一年 然后就要被罢免的这种提案 过去最多就有立法委员 但是不论是蔡正元 或是黄国昌 承案的都是只有乡镇市民代表 或是立法委员 但是呢人家的态度怎么样 大家都认我不会被罢免 因为罢免的门槛真的蛮高的嘛 但国民党现在是有点错乱 我跟谢龙介同台的时候啊 他信誓代表跟我讲 这是假议题 为何是假议题呢 因为韩国瑜明年就要就任总统了 所以这是假议题 就像人俱说的一样 但是你可以发现矛盾在哪里啊 现在又从罢免的正当性 或从罢免的合法性 开始呢见缝插身 或是给他穿小鞋 其实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嘛 为什么有这种矛盾心态呢 如果按照谢龙介所讲的 那就理所当然嘛 那我们祝福你嘛 明年你们就要在五二零总统的府前面 扮演就职大典啊 但为什么今天要这个样子 其实他们自己内心很清楚 也是从游行看出来 那我认为我是稍微乐观一点 虽然他在技术上 可以啊进行行政程序的刁难 其实这也不难了 为什么呢 就说你这个联署啊 有瑕疵日期是一个断点 第二是什么 联署的文件啊 上面啊字机啦 或是啊这个文件的格式啊 不符合第三个点交的过程呢 非常冗长 但各位想象一个情境 如果韩国瑜不仅败 在高雄真的惨败的话 我觉得那个民意啊跟社会舆论的压力大到呢 我认为啊除了韩国瑜本人之外 他这一些啊政务官或下面的高雄的事务官 有这种脸或是有这种面子 有这种勇气去对抗整个高雄的民意吗 我说如果高雄韩国瑜啊输到奇惨无比 那民意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 这些民意不就是得票数吗 如果得票数基本上是非常悬殊的 我觉得就会有一股很大的社会压力 这样的社会压力呢 会比啊真正啊 他们发动者 从道德诉求啊 或是从呢程序上的诉求啊 来得更有利 这个民主最可贵的力量 来自于民意嘛 所以我比较乐观一点了 他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拖延 但是呢 最后何时罢免呢 我觉得是挡不了这个趋势 对当然要看他这个选举 如果真的是非常的 得票率非常的低 然后再加上声势非常下挫 国民党的在区域跟部分区立委 都受到连带的这个灾难的话 那可能国民党内部 就会发动某种权力上的斗争了 那要看一月十一号以后的状况 不过国民党这次确实是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都没有参加高雄的大游行 而在周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张善政啊 他的发言 仍然是在失言当中 当然他很气人家 这个把他这个讲一些 什么票投给民进党区域立委等等 最严重的还是我们的 吴敦毅主席 他不承认他有讲那个 衰败这句话 他说我只有讲衰败 人家就放那个影片给他看 然后呢 他不承认 最后呢 他说 新闻稿这个十二月二十一号下午 就在罢韩挺韩的大游行的 这一天呢 中国国民党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吴主席坦诚提及 杂暴确实失言表达歉意 有关日前针对蔡英文总统谈话 中国国民党主席 吴对义二十一号坦诚不应该讲 随微杂暴 他认为提及杂暴确实是失言 对此他表达歉意 但是没有歧视女性之意 虽不圆满 但没有恶意 那因为他呢 在二十一号早上的时候呢 他说我只有讲随微 没有讲杂暴 那人家就批评他说 有录影带为证 为什么我们的吴主席会这样呢 民放比较了解吴主席 我们先看一下 他们这些蓝营的大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过头来看 二十一号 这位在新闻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配角 亲自为费红太披上彩带 朱立伦还拉着他的手喊洞算 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候选人费红太 竞选总部成立 蓝营大咖包含新北市长侯友宜 前总统马英九 和党主席吴敦毅都现身力挺 费红太几号 韩国瑜几号 国民党几号 三二九 好不好 一个个轮流站台助讲 有人讲完就要南下参加挺韩大游行 有人却是另有安排 缺席了 总统主席下午怎么不去挺韩游行 下午为什么不去挺韩游行 在哪里呢 高雄 谢谢我也行 韩国瑜拼固守高雄蓝天 但马英九有其他行程 吴敦毅一整天更是只有上午一场公开行程 双双缺席游行 挺韩游行 只剩朱立伦说好的蓝银大团结呢 它是一个欢乐的游行 那是欢迎大家自由参加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降低政治性 能够减少对立性 我相信马总统跟吴主席 一定在北部有非常多的行程 没有办法前往 所以我们能够去尽量去 我想就是给韩国瑜市长温暖 好 这个国民党到底怎么了 没有吴主席就是喜欢凹的人 我记得去年这个她的太太讲了那个什么下雨 还是什么就是讲 就是天宫暴富 对 下大雨 9月下大雨的时候是在暴富 是在这个惩罚民进党 那是一个十足的错误 可是他也可以硬拗两三次 那种不同的词 我议書是什么 是说什么 然后到最后不行的 好像就放过 然后吴敦亦也是 是去年那个母豬的时候 也是拗了 等了两三天 等韩国瑜在台上骂他之后 他才要回答 那就是拖更久了 对 因为还有人附和说 他说的对 那个修益还有洪秀柱 两个都说 主席说了没有错啊 然后邱玉还说什么 把韩国队形容 对 还加码 还有不是女生 还文不是女生 不是女生 然后呢 还说去被撩一下 就小鹿乱撞什么 又有四句 四个字的成语 用一大堆 大家都说 原来邱玉国文造译这么好 又骂人骂四句 还上吐下泻变瘦了 他还说吐了好多天 所以他变瘦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你就 你这个问题是 你这句话已经在 这个战略节目跟媒体上面 烧了三天 而且他本来有录影带 有他的录音录影 说他有随微杂瘦 后来他在 刚才有他废红太极权 怎么不太有趣 他说我只有讲随微 没有讲随微 那如果只有讲随微 就不是歧视 没有讲 他是赖皮是不是 明明那天照出来 都是讲随微杂瘦四个字 那如果你有讲随微 大家就放过你了 问题是你就是讲随微杂瘦 对啊 邱怡在复述的时候 也是讲随微杂瘦 然后那个谁 那个 那个 洪秀柱是讲随微闻嘛 你表示说你随微 后面的确有两个字 你还需要把它吃下去吗 他为什么早上说没有 然后下午文全会又发稿说 他对他讲杂瘦 会道歉就成为了道歉嘛 真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把他印刀 记忆断层吗 还是 大人说他最近那个身体也是欠佳 跟韩国瑜一样 不韩英书不一样 戴班杰你一样浮衷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就是 为什么大家在说 这次浮选的行程都是搞得里里辣啦 民进党是寝巢而出 你知道我就笑国民党现在是老的老 小的小 那吴敦毅当然就是老的 他已经忘了说现在那种录影 录音有多发达 反走过地留下痕迹 反讲过绝对有记录 所以他根本搞不 我觉得他已经搞不清楚 他讲过什么 因为他最近很多东西 好像不是在他的那个 完全控制的范围 然后他常常面对林德福 他叫不出他名字 是吗 对 然后 那天造势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反映的时候 会愣在当场 所以大家也不要怪他啦 就是说他大概直接 发现闯了祸 就是说我只讲了 我可以作证 我国民党朋友告诉我 吴敦一直到去年才知道 有直播这玩意 这简直可以难以理解 他不知道有直播 他不知道有视线 他不知道有录音笔 那比如说上次喝了一杯酒 第二天那个hand over 都还没有回过来 那我就说身体状况不好 精神不好 就是说一杯酒就醉倒 他就是那种状况 以前是酒量很好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身体健康 可是很不合理 人均也要补充 他二十一号早上说 我没有讲酒吧 然后呢 被人家痛骂一痛 这个之后下午就文传会 那个说我确实又提起酒吧 确实失言 保达建议 到底是谁有问题啊 不是这个我老实讲 就是佩文姐刚刚讲说 国民党老的老小的小 我们要帮国民党讲讲句话 那个叫扶老西幼好不好 就是大家都共同希望创造最大的胜利 可是你说吴敦毅 他自己记不记得 我老实讲大家都希望 就觉得说 你看国民党最近怎么 大家关心主席的身体健康 关心总统参选人的身体健康 关心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那这些人怎么帮台湾承担 这些东西 我老实讲这个很怪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其实吴敦毅记不记得 他讲什么话不重要 你知道吗 除了是他讲完以后 发现他是乱讲 所以我觉得他重点是 他的幕僚或他身边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 他做了这些事情 而且应该要事实的告诉他 这个状况不是只发生 在吴敦毅的身上 你说他自己 除非是他的幕僚跟他讲 有啊 你真的有说 不要这样 他还坚持要这样 最最后搞了一个新闻稿 你看刚刚讲 那个隐形的翅膀 那件事 同样被质疑的也是幕僚作业 韩国瑜他不会唱 他说怎么没告诉我要唱这首歌 他后来公开 后来公开讲 他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有这个他不知道有这个桥段 所以他没有先准备 对啊 为什么 那这个活动 因为前几天忙着 解释六百万 幕僚根本连敲门都敲不进去 就是这个活动这么的重要 对大家来讲说 这是一个你 你自己还出来开记者会 叫人家不要去参加 那个别人的游行 对啊 煮菜都讲清楚 他都讲这么清楚 结果整个活动 你要干嘛不知道 然后你走不走不知道 因为国安单位 现在讲说 我没有收到什么情资 也没有跟你讲说什么 会有人要对你不利 怎样 然后他们自己改口说 我还没改口说是因为幕僚 是幕僚给的建议 那你所有的活动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连上台 站在那边 我讲真的 你那天真的看全程的转播 因为我真的感谢 现在有直播这些 还好我比吴敦一早 几年知道有直播这个事 就是你现在看直播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一天 那整个的引擎翅膀 那个场面 真的很尴尬 因为台下也不知道 有发生这个事 你好歹弄个字幕 或什么给大家看 也没有 后来赶快把那个歌声 放大声一点 所以才会有希望跟绝望 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歌词里面 确实希望跟绝望都有 但他唱错段而已 一个是带来希望 一个是飞过绝望 其实确实都有 所以我刚才讲的 其实这个都跟幕僚作业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的国民党选战 会让人家觉得说 整个荒腔走板 主帅 其实讲真的 要选战的人搞不清楚 我都讲过嘛 我公开都讲过 我当年选举的时候 到处鞠躬 看到我妈叫大姐 头抬起来 所有人都在笑 你母亲你知道吗 因为你整个已经慌 你看到你妈叫大姐 不是 因为你看 一直鞠躬 你起来的时候 头都昏掉了 还跟第一线敢拜票是你妈 真的 我跟他都会这样 所以你知道 我们进到菜市场去 走出来的时候 要有我们的 我的幕僚很重要 你知道 他必须要知道每一个路口 因为你经常转着转着 又回去 原来的路红 他就跟你讲这柄这柄 你会说我哪里走 你知道 这个我自己选过 我自己知道 所以那天真的是 佩芬姐讲的荒腔走板 我都不去怪 折怪参选人本身 或者这个主帅本身 可是那是潘衡旭操盤 我看他在脸书上 还写说 他的意思是 谢谢霸函团体 让挺韓可以有游行 然后他还写说 青州已过 然后十二月二十九号 台中舰 对于潘衡旭来讲 他认为很成功 是啊 要不是他不会唱 罢韩隐形的翅膀 问题就回到这里 就是他们都自己觉得成功 这个我都无畏 因为为什么 他当然会讲自己成功 哪会讲对不起 我们失败 我们让市长这样 搞不好他们还觉得说 你看市长又多了一个隐形的翅膀 可以被讨论 所以我现在讲 就是说这一次里面 为什么刚刚这个佩芬姐 想说老的老 小的小的小 回来了 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有经验的 有曾经打过这些选战 在这一次里面 他的功能被放到最小 对 任俊讲到重点 就是这一批人 根本没打过总统选战 对 你知道 我那天跟一个国民党 司议员在聊天 你知道 他的想法 跟我就又不一样 你知道他的想法是说 你看还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是太棒了 让我们有出头的一天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理过这些人 你知道你看 以前国民党那些选举 里面谁理过市议员 这一次里面突然这一线 啪啪啪啪 有机会可以上 他们很开心 他们觉得说 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这样 可是问题是开心的 背后是什么 你光看这几件事 他其实凸顯出来是 他不是一个严谨的作战 每一个都是打绳 水棍上就算 也没有 他基本上很多就是且战且走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讲什么话 我就发生什么 讲什么话 你就去对比 你现在接下来的那个议题 你就会去看得出 民进党怎么在选战上面 告诉你 我在打组织战 对 国民党以前讲组织战这件事 是连讲都不用讲 因为那是他的强项嘛 是 这一次你看 那个地方派系常常是隐形的 那国民党的强项 那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赖清德 蔡英文 有不同的这个 对 选举的这个路线 然后有不同的站台 然后蔡英文呢 带动年轻人 还跨党派 有激进党的陈伯文 有林场所 然后还有自己的年轻人 然后在凯大哥 很大道上唱歌 然后对这些群众对话 那赖清德就有组织战 然后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就是 地方的候选人 有他们的公庙系统 有他们的这个 这个拜票的系统嘛 那国民党呢 就是韩国瑜 在高雄 这个落跑 然后吴敦义在台北 还讲错话 还不认账 我觉得这个可言重了 快不得 他那天讲错话的时候 猴彩凤就站在左边 就站在左边 然后还扑翅笑完以后 头就不敢再看他 明明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很严肃 我要说一句话 因为我们都有办过 这种所谓的选举活动 我想每每都知道 基本上 你知道这种像这种大型活动 几十万人的 他的所有的动作都要非常细腻 因为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你说要有那个啊 对 那当然 当然 对一定有run down run down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谁要上去 谁要谁要唱歌 哪边上 左上右下 什么都会讲 几分钟之内要到 那结果韩国瑜上来 不知道要唱眼睛的去吗 完全你跟他上去 完全不知这种状况 什么要下音乐 要下什么样子配乐 然后几分钟以前叫coding位 然后甚至要彩排 什么这些都要 非常精细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件事情说 我们一直说嘛 韩国瑜正好选这场叫做一个人的武林啊 就一个人的战争啊 基本上你想想看 两个人啊还有加分节 对加分 不是那你要讲话是加分的战争 因为以我据了解是加分很希望韩国瑜去选啊 这是马路上的消息啊 但是我们要回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韩国瑜说什么 他说专业效率 清理就不用说 因为北韩是北农的事情 都还没说 那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跟着群众一起走 他要树林军林天下的那种气魄啊 他不是这样子吗 他不是说明吗 随着走 随着走 那夺没有气 那就交给朱立伦 交给张胜人就好 他一定要就是大家走到底的时候 他站在上面 然后登高一呼 你知道还有一个话题就是 他的那个他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台子 在人家面前在人家住家前面在设计的时候 人家也不知道 不过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威克爾讲的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韩国瑜 难道你去面对有五十万人这样的事件 你都不敢去面对吗 为什么敢面对 因为他担心一几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他承认这个数字 那可能高 这个博民党的立法委员的这个灾情 会由南到北就像骨牌效应 他当然一定要说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看到虚无的虚无不是真的 因为万一这个是真的话 你要不要看第二天 王继平干嘛紧张的要开始这个 就是要召集这个会议了 这一连串动作怎么样 就明白了就是这个小朋友做的事情 蛮好玩的 因为我抓紧画面留存在我心中 因为高雄人站起来 我就先把小朋友的眼睛遮掉 这个小朋友直接就就那个画面 两个字很清楚啊 放大 就这么简单 这小朋友说的韩国瑜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嘛 好了那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韩国瑜要这么讲 因为呢这是有原因的 来这是某个电视台 某个电视台 他在做画面的时候看一下 他做韩国瑜做这个挺韩的时候 哇人很多 但他们做这个罢韩的时候 是这个画面我看你大家吐血 这他们做罢韩的罢韩画面 那是挺韩的电视台吗 当然就是要那个电视台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怕連带的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的选举跟 部分区域立委的选举都在罢韩的 人潮的涌现当中全部掛掉了 因为他一直强调电视 他在高雄做得很好 高雄的马路是通的 马路是平的 下面下水道是通的 他是为这个高雄而努力奋斗的 但是因为要扛起这个国家责任 所以迫不起要跟高雄相亲说 对不起我今天去选总统 如果我选莫的总统我一定会回来 不是有这首歌吗 我们先请教雨添 这个以观察韩国瑜的行为来看 究竟他为什么要在游行的时候 突然说我不去了 是维安的理由 然后维安的国安局的副局长胡沐原说 没有啊我们没叫他不要参加 他又推给木良 然后木良又推给别人 结果他上台又不会唱歌 那那个歌呢又很好笑 那个歌是唱给年轻人听的 不是唱给韩粉听的 这个啊 最后就乱七八糟 逃回台北去上一个脱口秀节目 我想平行时空的讨论真的不一样 我们在这边批判他 但是啊我都会潜伏到韩粉的 这个社群之中啊 去勘查 就看一下另外一个世界的说法 他们说啊 韩国瑜就是有担当有责任 所以说呢不扰民的状况之下呢 豪生以侠的雍容大度的 从容不破的 OK把这样游戏呢 呃的成果或是说呢 把这个呢状况给安顿好了 所以说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其他宣传 不像呢霸函啊 对啊要把这些政治效益啊 操作到最大 你看这是平行时空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啊到你看 现在韩国瑜做什么 网路上啊 就会有反制的效果 隐形的翅膀 昨天又有一个网红啊 立刻改编了 虽然不会唱 但是呢很快又在网路上疯出来 所以我说 台湾在韩国瑜的操作 事件上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我延续了刚才任俊所说的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或者会要讲遮羞布这样子的 说法来刺激激怒大家呢 各位想想看呢 他现在没有战略就有战术了 你要他讲国政 也讲不出所以然嘛 从上礼拜这一系列操作 是为什么呢 哎我们要进入到 韩国瑜的内心世界 本来呢选总统啊 跟他罢韩他先有两线作战 被多利分 对结果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把罢免韩国瑜这一场 或是挺韩这一场呢 当成啊二合一嘛 刚刚好呢把挺韩的这个 在高雄的主场的效果 给做到最大化 然后就符合老共所说 我刚才任俊哥说的第一招叫法律战嘛 就说的罢韩没有正当性 第二个就是舆论战啊 各位要再看看啊 那些挺韩的媒体啊 都宣称已经逆转了 气势啊 已经啊 OK 倒过来了 人气啊 已经在韩国这边了 民调不可信啊 去看这些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然后呢 这些主持人啊 或是呢 这些啊 藍媒啊都宣称啊 人数啊 完全压倒啊 这个罢免韩国瑜 这叫舆论战 舆论战的目的呢 当然是让他的绅士在韩本心中啊 基本上呢 有个安定的力量 所以叫什么呢 叫心理战啊 我们不仅没有输啊 而且呢 我们气势惊人 之前呢 大家都是黑韩国瑜的 民调啊 通通是假的 所以你看法律战 舆论战 心理战嘛 这都是战术嘛 如果刚才任俊哥说 这是一场战争啊 所以精彩的是 在最后这十八天吧 那民党中央最后十天 还会有全台扫街 全台拜票 那种这个完全的 非常的组织战 加年轻世代的争取战 所以才有 他真的还有王牌 什么吴怡农啊 赖毗于这些年轻人的面孔 今天这个是 《苹果日报》的 周中民调 最新民调 蒋万安只赢吴怡农 0.8%耶 而且吴怡农的泛率的票 还没有完全出来 吴怡农的中间选票 输给蒋万安有30% 看起来最后十八天 可能会这个风云变色耶 确实啊 这代表吴怡农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科目 期待的空间 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尤其是这一场仗 因为本身两个双帅对决 就已经非常有话题性 那蒋万安又被认为是 国民党未来光复台北希望之所在 被位的市长候选人 那所以这吴怡农 这短短几个月内 身世降雀起 除了这本身的条件 双帅对决之外 我觉得这里面 他的那个对比性 他从美国回来 然后又去参加特战队伍 那种感觉那种爱国心 是真的爱台湾 那再加上我觉得 最成功就是下架 吴思淮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非常成功 让自己不是只是一个区域 立委候选人 他的能量是站在全部立委候选 之上 甚至带动整个民进党的主軸 我们刚刚在讲 你看那个对比有多明显 国民党现在是一盘散沙 其实我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了 你连一场活动 你连唱一首歌 你都唱不完整 我让你治国还得了 怕死人啊 不是吗 那你反光民进党 这一次是这样 挤入病菌 那不是他唱隐形的翅膀 那有些歌词就是要隐形 我跟你讲 翅膀想成隐形的市长 他连选歌都有问题 我坦白讲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尤其是 他们觉得张绍涵很漂亮 我告诉你 他连选歌都有问题 我坦白讲 翅膀在YouTube上都是上千万的点阅 但是你想想看 民进党是这样子 他除了陆军上面 整个下去组织战之外 他空军他有几个主軸 抗中保台 下架无私怀 最大的主标 对不对 再下面面对年轻的 有社群之夜 这非常的call过来 中间选民 蔡英文不断在讲政策 讲政绩 股票都上万点 也就是说 对中间的 对年轻的 对传统支持者 乃至于对这个跨世代 抗中保台 这是共同的语言 这里面是非常有系统的 整个下去 然后双腹都归位了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里面 就看到一个正规君 跟一个李李拉拔的 然后最好是 这是共同的一位 在真正的城市里面